欢迎收看三个稿的缩球 蔡斌写翻车 这一做法让球迷惊出一身冷汗 大家好 今天咱们聊聊奥运会预选赛 可以说奥运会的女排资格赛 在如火如荼中的进行 现在已经比了三场角 中国队 第一场面对着乌克兰 可以说是一场大胜 第二场面对着墨西哥 虽然说替补球员登场 但是也是有一些 要我们吸血的地方 但是上一场面对着捷克 可以说险些翻车 跟大家说一下 最后林莹应该让钟慧上场 最后让王运路来带钟慧 也不让吴梦杰登场 可以说让我们球迷感到非常惊讶 但是在最后的时刻 可以说中国女排 险些被捷克队完成 一局的胜利 可以说面对着实力不强的捷克 中国队实属打的有点渴 反过咱们今天晚间就要面对着加拿大 可以说加拿大实力要比前三个球队都要强 蔡炳如果说害死死打主力 李莹莹还有一些 龚翔宇 王远月 袁锡月等主力 没有充足的轮换之间 可以说 让他们的体盟 已经到了一个病点 中国队要想拿下加拿大 必须得充足的轮换 事实证明了 中国队不是没有人 只是裁判 以及整个的赛程太过于密集 使得中国队的球员过于疲劳 所以说导致险些分车 面对着加拿大呢 我们一定要做好充足的轮换 像吴孟杰 丁霞这样的球员 肯定要多多获得机会 试想一下 如果是我们的狼兵狼子 肯定会让丁霞和刁铃宇打 基本上相同的世界 反观 让王远路肯定会 恩来替补上 让吴孟杰来打 谁打的好谁上场 但是蔡斌不一样 蔡斌他不是那么想 蔡斌他的想法是 我用谁就是用谁 谁是阻力就是谁是阻力 替补上场的时间 基本上就是可以归功于 就是零 你再好的球员 你打的再好 我已经定了阻力了 你就是阻力 反观 如果你 我调换了 以前就是 基业当阻力的时候 王远路没有机会 当王远路 当阻力的时候 基业直接被退回了 省队 丁霞有机会的时候 刁铃宇基本上 不会有上场之间 而 现在刁铃宇 打阻力的时候 王远路打阻力的时候 基本上 吴梦杰以及丁霞 也没有任何的出场之间 但是呢 面对着捷克 那我们写些翻车 最后时刻丁霞上场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遗传 让我们简直是 惊掉了下巴 蔡炳 这样还一意孤行 咱们看看 面对着加马拉 丁霞会不会首发登场 吴梦杰会不会有充足的事件 把王远路的 这个进攻的 这个弱点 顶下去 啊 大家认为 菜品会改变吗 欢迎点赞评论观众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